人的一生,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一生,我们的亲人的欢笑声中诞生,又的亲人的悲伤众离去,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生与死,多数人到了年迈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健康长寿与荣华富贵更重要,人就一生,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个幸福的家,每天都是个快乐的人。 待在生活中,不是一切都尽人意,可是有什么好看不开的,烦恼忧愁,万能怨怨几十年后,都会遵生命,而烟消云散。 人的一生,只要我们不早是对生活的信心,对理想的追求,做你想做的,爱你想爱的,如果该奋斗的去奋斗了,该拼搏的去拼搏了,就能平常心看待的事,梦想是一时无法实现的。 目标是短期难以达到的,人的一生,不要去过分的苛求,不要有太多的失望,既然上帝不偏爱于我,不让我恶利鸡群,不让我出类拔罪,又何必要去抢球呢? 金钱,权力,名誉都不是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是善待自己,就算拥有了全世界,随着死去也会烟消云散。 人的一生,没有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,只日渐远,当你回望,你会发现,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,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。 所有的爱上,所有的爱上,痛楚,所有不能放弃的事情,不过是生命里一个过渡,失恋,失忆,甚至失关,已知我们在爱情里所受的苦,都不过是一块跳板。 然而,令你成长,人的一生,开心也是一天,不开心也是一天,干嘛又要逼着自己不开心呢? 是啊,人就这么一辈子,做错事不可以重来的一辈子,醉了的心难再愈合的一辈子,过了今天就不会再有另一个金尖的一辈子,一分一秒都不会再回头的一辈子。 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珍惜眼前,为什么还要拼命的自怨自艾,痛苦追悔呢? 人的一生,我们可以旦然面对,也可以积极的把握,当你看不开,当你春风得意,当你愤愤不平,当你深陷痛苦中心想想它,不管怎么样,你总是幸运的拥有了这一辈子。 人的一生,没有来世,所以让我们从微笑开始,人活一辈子,开心最重要,拥有健康的体魄,在快乐的心境中,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,安全地实现自身价值,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